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就心情比较复杂 同时农场主 乡土专家能否帮助求助农户走出困境 敬请收看小农场的大变革 2013年以来 农场这种规模化 专业化 有组织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迅速 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绽放异彩 如今的农场和我们熟悉的分散农户的生产方式不同 它具有较高的专业化生产水平和农产品生产能力 当然 这也要求经营农场的农场主 要具有相对较高的生产经营能力 能将农场作为商品化生产的组织来经营 因此 经营农场并不简单 有人赚钱 有人赔钱 这不来自贵州省尊义市乌川县的农场主 王庆辉就遇到了问题 把好的东西种出来了 量也出来了 但是在卖的时候就给我当头一磅 现在这样做下来的话 基本就能够维持 求助农户王庆辉 贵州省尊义市乌川哥老族苗族自制县人 农场面积400亩 求助问题 农场经营效益低 接到王庆辉的求助 当小妹前往实地进行了深入调查 这上头这果园都是你的吗 四里 到这里一直到那三点那里 从这一瓶上去全都是 那你这规模够大的呀 200多亩吗 200多亩 慧哥 你怎么想起来办农场了 以前在外面打工 然后回到这个地方来 因为山区这个条件就是山多地少 然后以前家里也有小规模的 就是鸡蒙斯莱蒙那种 想把它扩大一点 做成一个农场 那你说这个农场跟传统的果园有啥不一样 传统的果园就是说自己做嘛 整个就是自己在做 然后我办了一个农场的话 我就是我主要负责销售技术这些品种这些 然后剩下的就交给工人去做 你相当于是一个管理者是吧 对对相当于就是我去把那个这个农场管理好 我寻好两个品种 我大规模的我给它做好 做出品质 然后做出规模 我有质有量 我就不妨卖不出去 王庆辉五年前为了照顾父母和方便孩子上学 他回到家乡打造了这个完全区别于当地传统果园的农场 他的农场主要产品就是鲤斯 你这都熟了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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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熟了呀 它这是什么品种吗 清脆鲤 清脆鲤 两个品种 两个品种 还有红细鲤 每到初夏 乌川县的鲤子总是像约好了似的一起涌上市场 放眼望去 街头巷尾 大小摊鲤 无处不是黄的 红的 紫的鲤子 品种众多 为何王庆辉选择了种植这两个品种的鲤子呢 甜的 甜的 特别脆 特别脆 烹一下 然后又特别甜 咱是当地人都很爱吃吗 都爱吃的 清脆的时候 再几个吃 它解暑了 因为它酸酸甜甜的 可解暑了 有别于其他的鲤子 清脆鲤和红脆鲤入口质地硬朗 吃起来邦邦脆响 同时口感偏甜 属于市场上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鲤子 既然品种选择没错 那么农场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辉哥 这山头好热呀 的确很热 早上太阳从这里晒了 一直晒到这边 太阳落山 它的光照是特别足 特别足 所以说要选择这个坡地就热 要保证鲤子的品质 那像现在这个时候啊 就是果园里头要忙点啥呢 现在除了忙的就是人工粗草嘛 你这面积这么大 就是直接就拿镰刀这么粗草嘛 你用那个粗草剂不行吗 就一撒多方便 哪个不行 它对这个土壤特别不好 对鲤子的品质以后就相差很大了就 我为什么要留这个草了哈 因为这个草 首先可以保湿 这个太阳晒的时候就不会把它自己晒透 它会保湿 你把它曝光了肯定不行 长高了要不影响通风 因为这个地方雨水比较充足 阳光也比较好 这个草长势特别好 就是 一个月就基本上要除一次 一个月就要除一次 那你这工人工钱也不少吧 的确不少 因为我们这里是除一天草一百多 七八九 九个 一天就将近一千多块钱了 为了保护环境 使农场得以持续发展 同时也为了获得高品质果实 王庆辉不惜提高成本 采用人工除草 然而理智成熟了 问题也来了 卖多少钱 这样出去了就是五块一斤那个样子 五块一斤 你这就是批发出去了是不是 因为我们平时都是传统的销售嘛 就是同货 采摘下来之后 就是一起批发出去 就是批发 批发卖出去 现在这样做下来的话 基本就能够维持 那你这这么大的辛苦 光维持能行啊 做的时候是想把它做好 但是做好了 做出来的东西 那你是想把它变成 变得有价值 变得金钱 往高的去买 所以说销售方面 有一定的压力 由于 有些考虑不到 所以说到这后面 基本就只能够维持人工 让王庆辉没想到的是 这么好的理智 却卖不上价格 他很想把农场做好 但是自己的能力欠缺 尤其是销售这个方面 他现在是按照 常用的地头收购 捅货批发方式 怎么才能打破僵局 王庆辉迷茫了 他就感觉是 前半部分品质已经做得很好了 可是他面前是一个 新世界的大门 他一下子迈进去 不知所措 新的销售方式他不会 跟市场对接他不懂 讲法是好的 没有措施 没有具体的可行的措施 需要有人来帮他 除了种礼之外 王庆辉还利用 山脚下的空地种了蔬菜 想实现菜果联手 获取更大的收益 那么实际情况 是不是像他设想的一样呢 你这边多大面积 这边有200多东西 你这种的是啥呀 这全是冬瓜 冬瓜 那你这种的都是冬瓜 其他的地方种啥 其他的我这全都是种的冬瓜 前我们种的是辣椒啊 包菜啊 零花白啊 花菜那些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销售不是很稳定 所以说种那些 就成熟了 两三天之内就卖掉的东西 几天的时间你采收不紧 没有固定的销售渠道 时间耽误了 那全都烂到地里面了 这样其实很被动 是很被动 所以说我就换成种冬瓜了 因为这个冬瓜 它的采收期间成熟了之后 它有一个一段的时间 比如说10天 20天30天 一种很辛酸的感觉 当初的想想是很美好的 跟当初的想法 不在一条线上 还是因为销售能力的欠缺 200亩蔬菜基地 王庆辉不得不全种成冬瓜 农场听上去很美 但是要想成为一个 合格的农场主 仅靠辛勞劳动和经验 是不够的 要跟得上发展的需要 农场的问题出在哪里 困境又该怎样去打破呢 根据王庆辉的情况 邦小妹找到了 同为农场主的邹正 学农出身的邹正 从十几亩地干起 到如今的200亩农场 我住了20多年 已经跟我跟这个国室 有很深刻的感情 每次我要出去办事 到了半夜两三点钟 我都要回来的 都要回到我的果园里面 舍不得他们 从每年三月开始 来农场的游客就日渐增加 质量上乘的果品 再配以灵活的销售手段 真正让小农场创造了大效益 乡土专家邹正 贵州省尊义市 武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人 种果树20多年 经营农场面积200多亩 400亩农场经营欲难题 效益低的瓶颈该如何去突破 乡土专家现场能否找到问题所在 辉哥 辉哥 过来过来 给你介绍一下 给你请的专家周老师 周老师过来啦 你好 对着王庆辉 王总理好 你好好给我看一下 检查一下这里面 看有些什么不足的地方 你给我指点指点 走吧 我们边走边看吧 还是可以的 挂骨状况都很好的 清脆的这个品种很好的 还可以 清脆的味道都可以了 我摘了几个果子 来 我们先测这个大小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果子是 你看 还是四年果 对不对 一级果吧 我们来测一下糖度 还挺脆 14.1 这个糖度就很好了 已经很好了 现在在我们这里 最低是20元起价 20元起价 对 对 20元一斤 首先我的心情 我就很打开了 为什么 因为我就觉得 找到一个救命荡草 经过一番简单的检测 王庆辉的李子 在口感 糖度等方面 表现优秀 排除了因果食品质不好 导致农场经济效益低的因素 那核心问题又是什么呢 你这品种 现在是不是只有两个品种 青翠鲤 还有一个是红翠鲤 是不是各一半 差不多各一半 一畝地 55颗 55颗 对 那一颗即50斤 该多少 产量该多少 你有没有算过这个账 一畝就是3000斤左右 3000斤左右 100 百瓣该多少 100瓣就是该30万斤 30万斤对不对 30万斤是个什么概念 所以说我之前就只有批发商来收嘛 销路就是往外面 成熟了之后摘下来 然后外面的收购商 一次性拉走 因为量大 它降回去了 然后所以说别人就 看着这个弱点 它就实行压我的家 你量大了你卖不出去 我给你谈 谈低了你不卖不卖 我转备就走 你走了这个也走了那个也来了 也是一个样 那就是几十万斤了 对不对 又是你的品种有单一 都在这个成熟器集中在一起 这几十万斤怎么卖 经过一番调查 邹正认为 王庆辉农场的核心问题 是品种单一 再加上他经营能力欠缺 还是传统的坐等收购商上门 自己没有掌握主动权 造成农场经营成难题 想要摆脱这样被动的处境 邹正会建议他怎么做呢 换品种 我们来一个小单一 一小块小块的 十某一个品种 十某一个品种 或者五十某一个品种 小区的换成品种 那么我就不炸头 我想的就是说 品种单一一点 我自己把功夫花在上面 就一定能做出好东西 好东西做出来 就肯定有人来 来买我这个东西 我现在主要是 新把东西做出来 我一边做一边在想找办法 那你成熟就是 也是几十万斤了 对不对 那你是怎么卖 靠你自己去卖吗 你一天我给你卖一千斤 你要卖多少 你效率很大呀 王庆辉建农场时 只考虑到把单一品种做好 没考虑到销售细节的问题 有早速品种 中速品种 晚速品种 对不对 我们从五月份 就开始采果子吃 一直到九月份 对不对 都有果子 对对对 就有果子在上面 那么我们就 把这个压力就分散了 对不对 我的果子量小 对不对 你要不要 你不要 我要 对不对 就这样了 我的价格就会抬上来了 然而面对邹政的这个建议 王庆辉还有些犹豫 里子都那么大了 你叫我换品种 是不是要挖掉重新摘呀 投资了那么多人工 投资了那么多钱在里面 你说 说一句换就换 当时我在想 你说呢 还要 那小苗又去把它 慢慢地培育起来 那要多少年了 我开始也经历过这个事情的 开始我只有十大蒙地 对不对 后来有五十蒙 到最后的两百蒙左右 此时 邹政察觉到了 王庆辉的迟疑 没有再继续进行劝说 转而提出 去他的蔬菜基地看看 你这次种的是冬瓜是不是 全是冬瓜 全是冬瓜 200蒙又是200蒙了 你怎么200蒙都种成冬瓜 冬瓜它的产量还是可以每一蒙 大概就是五六吨那个样子 但这个量虽然大一点 但是我这个有保证一点就是说 它的采收期比较长 种的辣椒和叶菜之类的 我全部就换掉了 换掉了 冬瓜了 思路还是有转变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你这冬瓜的价值是多少 两毛五一斤嘛 五百块钱 五百块钱一吨对不对 那我们可不可以想一下 让它五个 或者三到五个冬瓜就可以 把它这个经济价值 那可能 有这样的方法 那肯定我应有 但是我在想 这啥冬瓜呀 是吧 三五个就只为一吨 你说这个 你说上我一个种冬瓜的大副 我怎么想 我觉得它的问题 不是出在这个产品上 销售途径上 它也是很单一的 也只有收购商来收购啊 对不对 也只有这一条路啊 没有其他路 同样 在这里周正看到的 还是王景辉 销售能力上的欠缺 农场想要盘活 到底该怎么做呢 周正邀请王景辉 去他的农场看看 一起探寻出路 尝一下 对 很甜 你们尝一下 好酸 里面的很甜 就是它果肉是甜的 但是皮很酸 对 这样吃就感觉很不方便 是不方便啊 所以说现在我准备把它 砍掉了 不要这个品种了 砍掉 对对对 你这好多年了吧 这树 这有17年左右 17年左右 它每年都结李子 对啊 这一棵树 每年材料 就最低在200斤左右 那你给它砍了多可惜啊 这个体型感不好嘛 表皮很酸的 它不知道怎么吃 有酸 你就想不到那个甜了 就觉得真酸 对对对 那过后的感觉是什么 我就不采了 对是酸的 我采在干什么 这个品种不对嘛 对对 五年是白费的 这个农业风险很大的 做农业风险很大的 对 我决定把它全部把它 去掉 重新换一个新的 好的品种 十几年的树这么大了 一根树可以挂过量 达到200斤左右 我当时在想要是我肯定 舍不得了 那时候就心情比较复杂了 其实王庆辉现在所面临的 周正也经历过 他深知现在王庆辉的痛点在哪里 周老师您这片树是新种的吧 对我这是前年东东里面种的 哦看他们长得还都可小了 是啊我现在的品种有从四月份一直到十一月份都有 我现在有樱桃 又找出了梨子 桃子 还有猕猴桃 等等一系列很多的 反正是从四月份一直到十一月份都有果子采的 我想让他看到现在农业的一些新的理念 要让他知道我这里也是200多亩 我的品种的多元化 我当初决定要做这个果 种这么大的面积的时候 我就根本没有想到这些 要跟上这个时代 要满足大众消费的口味 你就必须得换品种 就要确定想必要方法改变 不得不拒啊 忍痛够爱啊 怎么说的 反正百感交集 必须下横手 把它拒掉 拒掉重新来过 周正的经验 分享给了这个年轻的农场主 坚定前行的动力 接下来销售方面的问题 又该怎么化解呢 周老师 我发现你这云子里面 怎么到处都是那个牌子 这个什么意思啊 你先看一下上面是什么意思吧 哦 这是刃养的 对对对对 我这一棵里只是88块钱 就来刃养嘛 就是时间 如果说我这棵树没有时间 那我们要给你补足这时间 那你这这么多果 这肯定不是时间 超出时间 那另外的怎么办 对我就是以打五折 首先你最忧心的给你五折 就取决你的愿意 如果你要我就给你四块四 如果你不要我就只给你十斤 那这可以啊 你现在相当于就是 我可以拿到这个批发下去 包了整棵树啊 对啊这个钱是什么时候收呢 已经收了啊 我们在做的时候 牌子我给你挂上了 这些钱已经给我了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什么方式呢 你把钱给我了 我这个钱我拿来做什么 我来管理啊 要管付啊 你是方法真好 挺好挺好 不断的客人会来 而且今天会来明天会来 还会继续接着朋友 要学周乐师那种 那个园的 所以管理这一套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家都对食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任养就是为消费者私人定制农产品 任养果树后 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 远程监控果树的生产 这样邹正的农场迎来了巨大的流量 打通了他的电商之路 这些销售方式让王庆辉大开眼界 然而邹正说 他在销售方面还有妙招 欧雄们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树吗 桃子树 桃子树 那你们知道这个桃子 它为什么有毛吗 不知道 这个桃子外面这边 这个毛它自己是起个保护层作用 对不对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 椅子树 这种方式做得是特别好的 当时一下脑子里面就开窍了 我觉得我自己有救了 农场加上体验玩耍散花 逛公园式的那种去发展了 在那里转了一圈 我就整个就像看到希望一样 那时候精神就来了 多渠道齐发力 王庆辉的农场能否复制这些销售模式呢 你是品种单一 所以说我就敬意你 现在我们到上面的最高处 应该是有900多米 在最下面是700左右 我建议你就是现在从什么时候 就跟我那里一样 我们从这个四五月份 就开始采摘 你这边条件更好 在900米以上 还会做一些更晚熟的一些品种 对对对 你就可以卖到十月份 或者十一月份都有可能的 拉长销售期 对对对 你就有八个月 还有九个月的这个销售期 那我就从 找的品种 种的晚的品种 往上采 对 从无尽地换掉一些品种 适应当地的 而且吸引游客的 从口感感官 视觉这一方面去改善它 慢慢地做成改造成一个像 像什么公园那样的赏花 那些都有 把它基础设施完善好 你要选择什么品种的时候 先要去了解市场 我种什么效益最高 对不对 不要盲目地做 具体种什么品种的果树 邹正建议王庆辉 先要对近几年来 当地的市场行情 做充分的调查 对周边果园种植的品种 种植的面积 大致有一个了解 之后根据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 考虑进行差异化种植 这样利于销售 除此之外 邹正还有什么妙招呢 周老师 你那天说 你的三个花就可以卖几个米 你那是什么做到的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冬瓜上 克制 克制 对啊 在我们的苹果上面 有很多礼品苹果 上面就是福寿 落血 或者还有什么公寿发财 这些很吉祥的语言 香话 对对对对 看它的它是个瓜皮 在印了 在发印了那个时候 就转色了 对对对对 有两张图片 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 这个冬瓜 科技新浓 还真是 挺好看 冬瓜有多重这个 这个冬瓜有百多斤 您这一个冬瓜百多斤 您这百多斤在 您这卖多少钱 我那百多斤卖多少钱 算算 年末五一斤 二十五块钱吧 二十五 您这个呢 我最低一百嘛 就是一块钱斤嘛 一块钱斤 我们能够做到 做到一块钱斤 一下子就差出来了 明白了吧 明白了 附加值 其实就是又把它当做 当做一个就是旅游产品 艺术品 艺术品 对对对对 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啦 什么朋友圈啊 都可以发布信息的 来了看见的 看见的 再给他们介绍嘛 你的冬瓜 你可以种多元化的 相当于是我的 这个李子可以 都可以别人来任养了 那你种的冬瓜 也可以任养了 克制冬瓜 这样的想法 一下启发了王庆辉 把传统农产品 摇身一变 成为特色农产品 也是一种销售思路 看来姜还是老的辣 这里新有的这些母 这是这样的模式 它是会很简单的 它就会很顺利地 都做起来 肯定比我做得更好 我们相信 会有越来越多的农场 凭借小而精的 灵活精灵特性 在现代农业转型中 崭露头角 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的活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